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逢星期一至五 每晚七点都会有我和Yvonne做渡游 带你由粤港澳大湾区出发 走遍大江南北 希望这半个小时的节目 令大家更深入了解 我们国家的不同范畴上的发展 而其中大家最关注其中一个 世界性体育城市 就绝对是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 冬奥时刻这个特别环节 可以带大家去游览不同的比赛场地 以及加深对于今届冬奥会 背后人同时的形式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先出发 带大家去一去南北快闲 还有几天就到春节了 对于广州人来说 当然不少得传统习俗买年花 其中大受欢迎的就是桃花 疫情当下为破解石马村花农的销售困境 白云区将花市搬上云端 开展云上花市活动 市民也可以捉不出户逛花市 梅州平远园实验幼稚园举办科技节活动 让小朋友发挥好奇心和创造力 自由地探索科学 小朋友穿上自制的乳航服 为无人机表演着弱 看到污水神奇地变得清澈 在心里也种下了意外科学的种子 由深圳公司制作的潮汕方言电影 带你去见我妈正在全国上映 电影讲述了 儿子将外地女友带回去潮汕老家 妈妈从一开始反对儿子的恋情 到最后为爱改变自己的过程 为了还原当地的方言习惯 该片的重要角色都是由潮汕本地素人出现 近日山东青岛的蚝获大丰收 2021年的总产量比2020年增产了20%以上 这片养殖区所在的熬山湾海域 有着天然的野生蚝群 这里的蚝虽然渴小 但肉口非常鲜味 每年农历12月初一 用水苗族自治愿干冻香感冻村 都会迎来新的苗年 苗年不同于汉族的新年 按照苗曆规定 苗年为岁首 结束了一年辛勤勞作的容水苗家人 通常会举办赶波会 吹奴生 跳踩堂舞等一系列民族活动 慶祝丰收持久迎生 有病求医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除了未必买得到需要的药物之外 另外就是药物价格的昂贵 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到 广州市医保局近日发布 广州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 提出在2025年初步实现病有良医 这样就代表着 可以采购的药物品种 将会超过五百种 让更多的病患者 可以用上便宜价药 究竟实际的情况是怎样呢 立刻去看看吧 每次药品集中采购的重选药品 价格都大幅下降 对减轻患者负担帮助很大 市医保局介绍 2020年广州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品种 有112种 规划提出预期性指标 去到2025年 药品集中大量采购品种 要超过五百种 公立医疗机构 通过集中采购平台 线上采购药品金额 占全部采购药品金额的比例 由2020年的80% 提高到90% 要降价嘛 我们不用交那么多钱 好像我父母有高血压那些 高血压那些 长期都要吃药 省下很多钱 规划提出 支持广州创新药物 及临床急需药品上市之后 按规定尽快纳入国家医保目标 探索将符合规定的 互联网家医疗的 基本医疗服务项目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多渠道为参保人提供慢性病药品 规划明确定明 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等紧急情况时 要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 后收费 落实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制度 确保患者 不会因为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近日广州市发举委公布了 广佛全域同城化 十四五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要建设一区三軸一环的空间格局 以及建造四个万亿级产业集困 深化广佛城市轨道交通行接等等 全面提升广佛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 广佛全域同城化要向前走 但应该怎么走呢 当中交通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发展项目 详情是怎样 立刻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刚发布的广佛全域同城化 十四五发展规划 公开征求意见稿 就是行动指南 交通共建 无疑是其中最引人触目的部分 规划提出 广佛将共同打造 全球领先的国际航空枢纽 三十分钟直达中心城区 一小时通达珠三角城市 三小时联通犯珠三角城市 我是在广州那边工作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它这样能够拉近两地 广州跟华山它的一个连接 希望能够尽快地这个规划 能够实施 然后就方便市民出行 同时打造轨道交通网络 除了佛山地铁二号线一旗 接入广州南站 还有广州地铁七号线一旗 西延至顺德 佛山地铁十一号线 引入广州鹤董 都被列入十四五时期 广佛交通对接重点项目 规划更明确着力打造 一区三軸一环的空间格局 一区是指南北向的广佛全域 同城化引领区 沿两市南北边界线 高水准共建广佛高质量 发展融合试验区 通过串联重大交通书纽 和重大发展平台 构成书纽和平台互为支撑 资源和要素无障碍流动的发展环 此外 更明确共建广佛制造业人才走廊 推动成立制造业人才创新联盟 扩大广佛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数量等等 我觉得人才跟产业合作 它可以带动佛山的发展 然后促进我们人才的引进 引进一些高学历人才入住佛山 然后佛山的一些企业 一些产业规模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大 根据发展规划到2025年 广佛地区经济和人口承载力明显提升 全域同城化实现新跨原 广佛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万亿元左右 不少朋友都很怕冷 我也是其中一个 但由于冬奥会即将来临 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去认识 甚至去接触冰尚运动 是的 例如杭州第十四中学的康桥校区 就举行了冰雪进校园活动 希望可以提升学生对于冰尚运动的形式 学校开始室内滑雪 流冰货 学生可以在流冰场里面 感受到冰雪运动的乐趣 下周两点 杭州第十四中学 康桥校区体育楼地下一层的滑雪教室里面 两名中学生脚踩着滑雪板 在斜坡式雪带上面 滑得游刃有余 这是第一次接触我这一类的冰雪项目 感觉很自由 飞在空中的感觉 会更洒脱 把事情更加看得开更乐观 学校是由2018年起 开始室内滑雪课程的 滑雪这一门选修科 学生能够抢到学位 就要靠运气了 每班限额6至8人 两秒内就会一场移空 在滑雪教室斜对面 滑冰场正在上课 2019年底 考虑到滑雪人数限制 和学生对冰雪项目的兴趣 学校又增加了滑冰课 一次可以容纳20至25人 这个亦可能令更多学生 通过冰雪课程 学会滑雪滑冰 杭州第十四中学 康桥校区 因而荣获杭州市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的称号 他们也将继续积极回应 国家提出的 三亿人赏冰雪 以及北冰南展等 一系列政策要求 满足南方学生 对冰雪运动的需求 下一步我们规划 第一个是增加 我们教师师的力量 第二个对于学生的教学难度 我们会有一定的提升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们和校外一些企业 也想结合 这样的话 让我们学生在校内学完之后 能在校外 能在真实的环境下 也能去体验一下 这种冰雪运动 又来到冬奥比赛项目 知多一点的时间了 今天会介绍一下 自由式滑雪 被称为雪圆杂技的 自由式滑雪 是运动员在斜坡上的 自由滑降 通过表演各种的技巧 来比拼艺术性的比赛 我们一起来演识一下 不同的项目 各具特色 凌空飞跃 华丽的技巧 再加上高超的滑雪技术 为观众带来视觉刺激 空中技巧的场地 由坐滑波 过渡区 平台区 跳台 着陆波 和停止区组成 比赛极易受天气影响 场地专门设立三个风向标 运动员完成动作包括 腾空 空中动作 着陆三个部分 裁判按照起跳 空中动作 和着陆三个部分来评分 三部分分数 相加乘以难道系数 就是最后得分 空中技巧混合团体 是北京冬奥会新增的项目 雪上技巧的场地 多数建在斗坡上 场地长200至270米 拨15至25米 波度是24至32度 斗坡上设置很多密集的雪包 沿着赛道上下分别设有两个跳台 裁判以回转动作和空中动作来评分 再加上运动员完成比赛的用时 换算成为分数商家评定名次 障碍追逐是一个包含不同的回转 跳台、波浪和其他形式地貌的赛道中进行 赛道长度800至1300米 垂直落差140至260米 波度5至22度 场地上设有旗门 连组旗门有颜色双隔 用计时来决定运动员的名次 U型场地技巧 在一个U型的雪槽中进行 雪槽的长度是150至170米 阔度是19至22米 槽的深度是6.7米 波度为17至18度 运动员用自由式滑雪技巧 完成空翻、转体、爪板等技术动作 裁判员会根据整体印象 来对运动员的整个滑行表现进行评分 出现失误将会被扣分 波面障碍技巧赛道地形复杂 设有多条路线供运动员选择 赛道包括波面、跳台、轨道、平台等设施 场地垂直落差最少150米 斜坡平均角度12度以上 阔30米 赛道最少有两个不同地贸 最少有三个跳台 裁判员会根据整体印象 来对运动员的滑行表现进行评价 出现失误将被扣分 场地设置要求运动员 完成比赛的时间不能少于20秒 大跳台是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 两面针牌引人注目 运动员由一个近50米高的斜坡下滑 他们可以选择顺滑或倒滑 然后在斜坡的进头腾跃 完成空翻、转体、爪板等技术动作组合 裁判员会根据整体印象 来对运动员的整个滑行表现进行评分 自由式滑雪 欧美国家运动员占有明显优势 而我国在空中技巧这些项目上发展比较快 获得好多好成绩 李妮娜曾经在世锦赛荣获三年冠 被誉为雪上公主 韩晓鵬在2006年意大利刀宁 第20届冬奥会上 奪得男子空中技巧金牌 为中国实现冬奥会雪上项目 和男子项目金牌零的突破 北京冬奥会共設立三大赛区 其中张家口赛区是大部分雪上项目的举办地 一共将产生51年金牌 除了云顶滑雪公园 张家口赛区另外的三个竞赛场馆 都建设在古阳树山谷之中 接着下来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 古阳树三大场馆的测试情况 一堵新场馆的风貌 卡币 1 2 3 2 3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百聞蟲蟹喜歡吃岩石上的棗鋁 而牠們的鉗就像匙羹一樣 方便牠們找食物 牠們的鉗呈匙羹狀 能夠幫助牠們在岩石上 刮起棗鋁進食 每種鞋都生活在適合牠們的獨特環境中 在香港 牠們的棲息地 有時會因為人類活動而改變 有些鞋嘗試適應被人改變的環境 也有些不把工資廢物當成自然食物 其實每個物種都不停在演化 去適應一個環境 尊重牠們的努力 就要保護牠們 賴以為生的自然自駕 鳥瀚神舟,精彩在善 今天將會帶大家到青島 苦年將至 不如去青島森林野生動物世界 看看真正的老虎 園區內住了40隻老虎 主要是東北虎和孟加拉虎兩種 現在就跟隨我們的鏡頭去看看 今天灣區傳媒體時間也夠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的視頻 設zione 我們 calf視頻 選擇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